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法國參議員Poker今天發表公開信 希望禁止中國大陸的網路核心路由器 在法國及歐洲販售 主要原因是會對國家安全造成威脅 Poker說 在歐洲這樣的禁令似乎很困難 但歐盟委員會正準備對這些公司 不公平的競爭採取訴訟程序 Poker表示 在面對中共資訊間諜的懷疑上 我們不該天真 佛斯新聞網報導 美國白宮軍事辦公室官員透露 9月發現來自中國的駭客攻擊白宮網路 白宮發言人卡尼證實駭客攻擊消息 調查發現 寄出郵件的伺服器位於中國大陸 英國媒體報導 前重慶市委書記博基萊被開除黨籍和公職後 中共江西井剛生蓋部學院 將博案列為負面教材 目前原在美國的兒子博瓜瓜 擔心自己可能牽涉各種腐敗指控 以放棄由美國返回中國的計畫 中秋和十一長假高速公路免收費 造成多個路段大塞車 旅客隨地便利亂淵垃圾 使得高速公路變成垃圾廠加公測 新唐亞太電視總理報導